哈喽大家好我是Paco 这一台呢是2024年的最新update版本的Mazda CX-3 那Mazda CX-3呢其实在Mazda SUV家族里面 它是体积最小但是却最有个性的 那么看看这一台2024年版本的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CX-3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因为在2015年尾的时候呢 这台车已经面世了 那时候只卖车是2公升的 价钱为131千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推出一个全新的1.5 core 那时候卖的价钱是107千左右 那今年到2024年的身边的这一台呢 就是全新的1.5 plus 所以它现在的售价为116千 外形设计上呢 其实它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分别 主要还是全车系都配有LED等 还有i-Active Sense的这个辅助系统 那顺带来提一提这台车的单身 当初呢它是被一个Mazda 2的底盘 而打造的一台小型的Crossover SUV 然后它主打的市场呢 就是单身贵族们或者是小型家庭 他们最爱的就是这一款车 不过主要的还是 你一定要有相当的精进能力 因为这台车并不便宜哦 然后来看这一个Mazda CX-3的前脸设计 它就是传统的Mazda的家族脸的设计 其实哦这一个设计哦 已经超过10年了 你可以发现到 Mazda无论大大小小的车型 它都是同一张脸 可是这张脸哦 在10年之后的今天哦 你都不觉得它过时 因为这就是Mazda的工匠精神 Mazda的设计理念 它可以维持好几个10年 然后车侧方面呢 发现这台车哦 真的是很小 车长总共长度 才只有4275mm而已 然后呢它的轮轴之间的距离呢 是2570跟Mazda 2一模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它离地面的高度呢 也只是比Mazda 2高了2cm而已 那来到轮圈方面呢 因为这台是1.5公升的引擎的 所以呢 它采用的是16寸的这个轮圈 搭配215 60 R16的轮胎 然后在车身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是全车围绕的 它是以亚黑色来做设计的 然后这个设计呢 无论你选的车身颜色是什么颜色都好呢 这个颜色它还是会保留着亚黑的颜色 因为呢 这个来证明它是一台Crossover 然后就算它是一台Crossover 或者是SUV都好 Mazda主要的DNA的优雅设计线条 它还是存在的 来到车尾部分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很像长高了的 Mazda 2的CX3 它整个设计的后面哦 看起来的线条就非常的make sense 简洁 而且非常时尚的设计 在那设计中呢也带有一种运动风 所以这台车的设计是真的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双处排气管呢 是不管你是1.5或2公升 都是一样的双排气管 而且呢它的设计是比较排气中间一点的 这可以彰显出它的个性 之后就是这个全新的LED尾灯 再来的就是全Mazda家族都用着的这一个鲨鱼旗 那打开尾箱门之后呢 可以发现这个尾箱的容量其实真的不大 它才有区区的264个L 那要是你真的需要再多东西的话呢 还有一个比较安慰的就是后椅背 还可以倾倒 那把这个后椅背倾倒之后呢 总量它会达到1174个L 那那时候你要载什么东西都可以了 然后在动力方面呢 采用的是这一台1.5G的Sky Active引擎 然后这台引擎哦 它是没有任何的辅助之下呢 最大马力输出为115匹 然后最大的扭矩是149 搭配的是这一个Sky Active Drive的 这一个6-speed automatic的牙箱 所以这个牙箱它其实是轻量化的牙箱 这牙箱它跟Manual的牙箱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很多人说1.5NA会不会没有力啊? 开起来会不会怎样?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开过的人都知道 1.5G的这一台引擎哦 加这个牙箱呢 它是属于High-Ref的引擎来的 所以呢 这台引擎呢 如果你在山路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好玩的 来看车内设计 简单 但不肤浅 你可以发现到它每一个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它用量它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好的 车内并没有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大彩电 也没有非常多颜色多炫目的这一个仪表 数位仪表 更没有Ambion Lighting那种氛围的 它也没有 因为这些从来都不是马自达想要的东西 马自达理念就是车嘛 车就是人和马合一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里面的东西尽量的给它是轻量化跟简单化 主要的是车跟人的那种沟通 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他们的造车的理念 GIMBA一代 那2024年的CX3 Update版本呢 他们最佳的多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是Apple用户的话 就有个好消息给你了 这个娱乐主机呢 它已经可以支配无线Wireless的Apple CarPlay 不过 如果你是Android的话呢 你还是需要用Cable的 然后必须吐槽一点的就是哦 虽然说这是1.5L版本 不过呢 售价也是116,000了啊 为什么它的冷气风口还是用这个最原始的呢 如果你给一个电子的冷气控制台的话 也不过分啊 来到后座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感其实真的是不大 它只是稍微的比Mazda住大一些些而已 不过重点还是要讲一讲这个椅子 因为呢 Mazda的每一款车 它的座椅呢 都有人体工学的这一个设计 主要的是哦 你坐在里面长时间 比如说三到五个小时之后呢 你都不会觉得你的背部会累 还有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极高 当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这个椅子再加上这个狭小的空间哦 它就可以把你牢固在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你就不会造成很大的滚动 从而把你的伤害捡到最低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试车 然后我尽量就是给最真实的一个feedback 看这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感觉 然后先显明这一台不是2.2 这一台是1.5的 基本上它就跟Mazda2是差不多一样啦 好我们现在开始 这台车也可以发现到它里面呢 就跟其他的车款一样 它也可以选择Sport Mode 跟Eco的 当然Sport Mode并不会提升它的马力 而是给它的反应会更早来一些而已 所以从通常我的试车呢 我会首先就是先试一试 它起步的那个反应会怎样 哦现在现在我是先全停的 调去Sport Mode 我们开始哦 3 2 1 OK 现在是60 70 80 然后到100 OK 坦白说 并没有很很impressive 不过呢它是刚刚好够用的 如果你拿它来比较其他的1.5L NA的话呢 它是比其他的1.5L NA来的好一些 因为这台车它的轴距很短 所以它主打的肯定就是它在弯路 和山路的那一种敏捷度 所以我们先试一试看这台车的敏捷度是怎样的 我们来开始 可能是车身有一点点高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点点摇晃 不过控制来说还算很好的 Sailing 是 Sailing 是异常的轻 很容易控制 然后那个路感的反应是非常的好的 很直接 你可以感觉到这样的车 我前后车头跟车尾的妥协也做得很好 是一台真的是可以拿来走山路的一台 小型Crossover SUV 如果刚才我在弯路的时候 我的速度并没有很快 只是大概在70跟80左右而已 那好处就是如果有一点比较烂泥路的话呢 还可以轻松的度过 没问题 我们再试一试 如果是上斜坡的话呢 可能你需要稍微的把速度提高一点 你才会达到你的那个马力 你至少它在4000多转的时候 你才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power的那个输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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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路的话 赛车或多车的路段说话 这台车会怎样 这个牙箱的反应都蛮好的 只要当你是减速的话呢 它就会把你做filtro 然后怕你再推牙 比较大的弯的话 你就可以感觉到这台车是很稳定 小弯比较急的弯的话呢 它就比较摇晃 这就是我开这台车的时候的感觉 然后如果是直线交速的话呢 它在100以后 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就这台车的话有一个小性格 那如果在没有很繁忙的 城市的街道那边走的时候呢 这台车其实是蛮精神的一个小车 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穿来穿去啊 或是没有太高的那种路顿的话 你也可以照样的飞过去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想过SUV 可是我又怕SUV的那种摇晃的话 Crossover就是你的一个答案了 好 现在我们下Highway 好 正如我说的 它的确它静止到加速100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可是它100之后哦 它就不断了好像开了挂一样 它变得很快 100到140是一下子而已 然后车身也很敏捷 你还可以很自由地穿梭在车龙里 当然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啦 不跟风 不坐坐 不喧哗 永远坚持自己的理念的广导人精神 这种车到现在的这个市场上哦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也很难说以后的马自达 还会不会坚持这个理念呢 不过至少现在我们还可以买到的马自达 确实还是我们最原始最原味的那一个马自达 这台从泰国进口的Mazda CX-3 售价为116000 然后如果你购买这台车的话呢 它还有5年或100千里程的warranty 同时呢它还有5年或100千里程的free service 所以你大可以放心的购买这一台车 以上就是我影片的所有的介绍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与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